要说当下最之手可热的女星 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想到赵丽颖 她是坚韧不屈的陆珍 是一开始天真无邪 后期遭遇各种背叛沉默的花千古 也是英姿散手的楚桥 是知书达理的明兰 更是大姐大许半夏 不管哪个角色 都让我们看到了赵丽颖对演员这个行业的敬畏之心 无论配角还是主角 每一次她的认真对待观众都看在眼里 这个农村姑娘 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艳丽的容貌 没有庞大的人脉 却始终一路向着星光披荆斩棘 2006年前后 选秀节目蓬勃发展 超级女生的歌声传遍大街小巷 星光大道的节目喜闻乐见 那时的草根选秀也是实实在在的面向大众 给了无数有梦想的普通人展现自己的机会 在这样的环境下 年仅18岁的赵丽颖走进了大众视野 在雅虎搜星比赛中赵丽颖脱颖而出 获得冯小刚组冠军 也因此被比赛主办方之一的话一千下 好像切都是顺风顺水的 似乎对赵丽颖来说 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马上就要实现了 但现实又是残酷的 总在你满心欢喜的时候 告诉你切都只是你以为的 之后的赵丽颖出演了不少戏 但都是毫不起眼的小角色 甚至被吐槽原脸是当不了主角的 而这并没有让赵丽颖选择放弃 她始终坚信只要坚持努力 就会有成功的一天 整整八年的龙套生涯 艰难程度 对于各年轻的小姑娘来说可想而知 这期间虽然有系列的不适应 但赵丽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做一名好演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她的努力和优秀被看到了 布陆珍传奇让赵丽颖火了起来 剧中仿佛回到了千年之前 而赵丽颖就是那个敢爱敢恨的陆珍 凭借这部剧 赵丽颖证明了原脸也是可以当主角的 自此开始了演绎道路 给观众带来一步步优秀的作品 如今的赵丽颖算是苦尽甘来了 在这冷漠又水深的娱乐圈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 她成为了既有演技又有流量的一些女星 也逐渐被全国观众知晓 不再是那个娱乐圈里的小透明 这一点 从某次巴沙慈善典礼上就能看出来 当天赵丽颖身穿长裙和恨天高出场 而有关注赵丽颖的都知道 赵丽颖本身脚比较小 一般的鞋子都不合脚 穿起来都会大很多 再加上恨天高比较难穿 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的 当时舞台上的流程已经结束了 明星们陆续下台 赵丽颖鞋跟太高 而且裙子还挡着视线 所以有点不敢下台阶 而当看清身边是谁扶着她后 网友纷纷表示着真是大牌的待遇 走在赵丽颖身边的姚晨一直贴心地扶着她 平时非常高傲的巴沙主编 在看到了之后也主动过来扶赵丽颖 到了台下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人过来给赵丽颖披上外套 这个人正是李彬彬的亲妹妹李雪 李雪是和颂传媒的董事长 赵丽颖是和颂传媒的合伙人 所以不难理解李雪对赵丽颖的照顾 看到现在的赵丽颖 不得不说真正印证了那一句 你的努力终将会成为你的明天 现在的赵丽颖在娱乐圈也走得更加游刃有余 不再像一只没有方向 不等规则四处乱闯的小路 她成长得更加精致 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一步步向高处走 她深知如何在娱乐圈中走得更好 也保留了最初的纯真 她愿意将自己的缺点展现给观众 让大家看到真正的自己 正因为这样她更加真实 更加是一个活灵活现 有优点也有不足 一个可以在生活中见到的 可以一起哭一起笑的朋友 赵丽颖曾说 英雄的出处是来自于内心的强大 来自于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和你所从事职业的坚持与踏实 以及面对浮躁浮华的淡定和定力 因此我想成为这样的英雄 从2006年初到至今 历经波折不改本色的赵丽颖 我想她已经实现了她的英雄梦